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蛋 蒜苔 八角 花椒 干辣椒 味精等 焖子是用红薯粉条和红薯淀粉制作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了 怎么做呢 来 我们先将这个粉条 煮粉条 煮粉条 这先倒油是什么 您不知道煮粉条 煮我们先要把花椒一些大料 这样煮起来更容易入味 炒香 对 放点八角 干辣椒 还有花椒 这里的目的是要先把油给炒香了 我们还可以放点姜 姜 你就整个这么 葱就整个把它放进去 已经有香味了 我们倒鸡汤 不需要把它先捞出来吗 煮一会再捞 这样煮它能入味 能入味 它要让它更容易入味 这样做出来 焖子非常好吃 将粉条放进去 一般的粉条是做不了焖子的吗 用其他的粉条做出来 它容易烂 容易烂 对 很容易 红薯粉条是韧性比较强 对 它的粘度比较大 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要加入调一下味 放点盐 放点盐 煮到几成熟的时候就可以 要煮八分熟 八分熟 对 它透明 这个粉条现在基本上是7.5成熟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个7成熟到8成熟之间 大概就是还是有点韧劲 比较透明一点 但是可能还是要稍微再挤一下 别让它太硬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 是要一点点的把 所有的姜片 八角 都给捞出去 现在这个粉条都已经煮好了 接下来一步也很重要 那就是 我们要加入这个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 对 一起给它拌 这个它的量怎么控制 比如说红薯淀粉和淀粉 大概是1比1 1比1 对 1比1 等量的 对 我们可以加点海鲜 可以加一点肉末 就是在这个调制的过程当中 可以加其他的 比如你喜欢吃肉 你喜欢吃海鲜 对 都可以加进去 给你个人来喜欢 但是我想知道是 可不可以用别的淀粉 比如说玉米淀粉 不多淀粉 不可以 因为其他淀粉 就是说黏性不够 黏性不够 只有红薯淀粉 对 是合适的 对 你帮个忙 好 把这汤加一点 好 就是把这个 我们用这个圆汁 刚才煮的这个汤 鸡汤 直接加进去 对 加多少 你倒 而不仅是让它变得稍微粘稠 同时也能让它更入味 对 可以加入一点姜末 葱末 这样更容易出 更容易出味 现在呢 把这个搅拌好的粉条 放在这个容器里面 需要给它压皮 要压一下 就是您刚才说过 有人喜欢吃肉 可以加肉 加海鲜都可以 对 那今天呢 做一个比较酥一点的 今天我们来加鸡蛋 加鸡蛋 对 我们可以就是再加一点这个红薯淀粉 放到鸡蛋里面去 这样的话 它能更容易 就是说 粘着性更好 对 轻轻的在上面有一层就好 对 蒸的时间呢 一定要到火 30分钟都可以了 必须把它蒸 对 必须蒸透 必须要蒸透 在蒸汁的过程中 高师傅教给小妮一个 如何辨别红薯淀粉 玉米淀粉 和土豆淀粉的小窍门 红薯淀粉 它颜色发暗 发暗一点 对 然后它有颗粒 颗粒 玉米淀粉呢 它颜色发黄 这是玉米淀粉 对 这个是土豆淀粉 对 颜色有点发白 颜色上是这种不变 对 好 这个焖子已经蒸好了 那这个为了等会儿切起来比较方便呢 可以把它基本上切成这个长方形 大概切了一个半公分厚左右吧 半公分厚 0.5厚左右 因为这样就是说它煎了里边的外焦里嫩 这样煎的时间 太薄了呢 就会太焦 对 它容易太焦了 太厚了呢 里面味儿也进不去 对 走火 不能是凉锅 一定要油 要烧热烧到大概是有略烫手吧 略烫手 对 焖子好像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做出来了一大块焖子 然后呢 可能做一道菜也不需要那么多 切一小块就可以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剩下的怎么办 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大概这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它都不会坏 不会坏 不会坏 要煎至两面金黄色 两面金黄色 对对 而且我注意到整个做焖子的过程当中呢 油的使用量是比较适量的 没有太多 不能太多 不能太多油 对 我们先把这个煎好了 这已经好了 我们先给它拿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焖子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脑 这款疾病的患者 你可以经常使用焖子的一道菜 也是减肥的两方 是不是 对对对 它非常健康 非常绿色 对 对 它确实有点发绿 焖子煎好之后 就剩下最后一道工序 干煸了 在此之前 我们先把蒜苔切寸段 干辣椒切成小块 开火之后呢 现在要倒点油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拿着你搅一下 要把这个花椒 还有干 这个干辣椒要放进锅里 锅呢 油不要太热 然后稍微的炒出一点香味出来 对 现在已经可以了 我们把蒜苔放进去 先放蒜苔 对 我们先放蒜苔 先放蒜苔 我觉得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加些不同的菜 不一定非要加蒜苔 对对 也可以加点青煎椒 青煎椒 对 喜欢什么就加 对对 都可以 把焖子放进去了 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最后一步 一定要急火快炒 急火快炒 听到了吗 急火快炒 可以调调味 现在要调味了 放点盐 好了 这个关火之后呢 稍微加点味精 好了 这道健康美味的干辣椒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真的非常好吃 可以吧 跟我在河南吃到的差不多 而且味道更加丰富一些 因为加了鸡蛋 我在河南吃的是没有鸡蛋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更香 更好吃 而且呢 这道菜是一道非常经济实惠的菜 营养又很丰富 先特别感谢高师傅 这道菜感觉特别开胃 当下酒菜也不错 很麻 很爽 对于我来说 既健康 然后呢 又能吃饱又美味 然后的话又不长胖 我觉得这是一举作得的一道美味 再来回顾一下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红薯粉条 红薯淀粉 鸡蛋 蒜苔 八角 花椒 干辣椒等 今天您就不妨试着做一做 这道营养健康的干点 咱们